我摸上去这个包子渲软渲软的 嗯 它是一个方便的 我打开一下 哎很好撕开 我这就闻到包子的香味了 好吃 跟我平时在包子部吃到的这个包子的香味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是吧 对我这个机器做的和手工做的口感是相同的 正好我们县城这边有一个包子兔 我经常去那吃包子 它的手工忙不过来 现在就需要一台这样的包子机 原来在这之前 赵仓已经给董师傅测试过 但由于董师傅担心 顾客不认可 一直没敢使用 为此赵仓提议 早餐店来一场免费试吃活动 这天上午试吃正式举行 而我们也将见证这场活动 赵仓和他的包子机将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呢 今天在这里呢 有一场包子试吃的活动 我今天是作为食客来参加这场活动的 那我右边呢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 董立采 我的左边是包子机的发明人 赵超先生 好 您对广大的食客 有什么话要说的 我想通过这次试吃活动呢 把美味的包子提供给大家 然后通过试吃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宝贵的意见 让我们的包子的味道 更符合大众味的口味 这个包子机我研究了四五年了 今天能够亮相 我心情非常激动 我只希望我的包子机 可以做出来满意可口的包子 同时呢 也可以为咱们包子铺 提高效益 增加收入 非常期待这场活动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包子 首先做的是这个猪肉大葱馅的 猪肉大葱 那你们开始吧 来 你们开始 好的 赵仓操作包子机 董师傅在一边协助 两人配合的还算默契 但是对于接下来要做的包子 董师傅可是有要求的 咱们这一批包子做多大会 针对董师傅的要求 赵仓虽然觉得没问题 但面对那么多人的见证 他真的可以万无一失吗 果然这包子刚一做出来 就感觉不太对 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我怎么感觉是空心的呢 你看这里面没有馅 为什么是空着的呢 出问题了吗 不是出问题 咱们需要提前做两个空包子 称一下这个皮的重量是多少 原来董师傅要求的规格